李佳琪直播说要卖宝洁,却因为肖战被抵制,他的旧厂反应堪称典范,因为他作为一个主播来说,他主要直播的就是带货,这些货很多都是女性的一些化妆品之类的,还有一些零食,他直播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,介绍的东西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,是经过他自己的一个试验的,所以才推荐给大家。 而昨天晚上他在直播结束的时候也是表示,今天的直播他将要去卖一些宝洁的产品,其实这个还是有原因的,因为肖战代言的是Olay,也是宝洁旗下的一个产品,而最近因为肖战粉丝的原因,肖战也受到了牵连,很多他代言的一些产品也受到了一些影响,很多人都表示不愿意去买肖战代言的东西,可以说肖战也是被连累了呢,因为他作为一个主播来说,主要就是带货卖货。 而在这里刷肖战,对他也是很不尊敬的,尤其是在他直播间表示要抵制这些产品,对他来说是一种恶意,不过他在看到网友们这些评论的时候,就场反应也是堪称典范的。